多倫多的跌幅一定是多於Wingcouver的 而在多倫多裏面雖然整體是跌了13% 但你看一下那些地區 特別是唐人很熱的地區 其實都跌得挺金的 施主樂廠就跌了24% Mark and Richmond Hill都跌了接近20% 那你想一下 在多倫多買一個獨立屋 銀行地都要10-200萬 那所以如果短短4-5個月裏面 沒有了30-40萬 那這個都不給客人的 你想一下我在買房子 可能供Mortgage都是供了幾個月 就立即不見了30-40萬 我想這件事在心理上也有很大的衝擊 那Wingcouver是相對好些的 因為如果你看一下 例如Richmond Bernaby North 其實跌了不多 可以說基本上沒有跌過 3% 就算比較多 Bernaby South 和Corpus 24% 24% City of Toronto 這個City of Toronto 即是最旺的多倫多 Scarbo屬於City of Toronto 事實上我真的沒有水晶球 亦都不能夠 那個信心的大 那時候再跌5% 或者再跌10%就OK了